我們這一題也許會需要 第一個就是ASC的函數 那這個ASC函數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這個函數啦 有的時候其實 還是 我講過啦 你打個VBA點 然後F1 裡面的話 你可以去把那些相關的東西 還是要 讓一下熟一下 因為有些東西 這邊有個語言參考 語言參考裡面有這一些函式 那我以前剛開始學的時候 真的還蠻認真的 我會把每一個點進去 每一個點進去 然後呢稍微做一個筆記 這個函數可以做什麼 這個函數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就把它點進去看 ASC ASC裡面的話 他跟我講說 這邊的話呢 會傳回 不過我覺得 他這個真的是寫得很糟糕 比之前的chill 範例的話 當然這邊有跟你講 他return什麼結果 所以我如果今天 我想要測試的話 那我大概看一下他的說明之後 我的習慣會在VBA裡面做什麼呢 就是 檢視裡面呢 有一個工具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分享給各位 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所謂即時運算視窗 做什麼用呢 就是呢 你可以先測試一下 這個函數 他work之後的結果 先print看看 OK 這個 這個工具其實我以前剛才 就是寫一定會用它吧 只是一般書裡面很少介紹到這個 它會在下方會出現有一個叫即時運算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測試 比如說 我今天呢 丟給他一個好了 Excel1好了 他會幫我 輸出什麼東西 那你可以先一個問號 問號是print 其實就是一般的print 列印出結果 然後你打一個 VBA 比如說VBA 點 ASC 這邊有 ASC 有沒有 OK 前括弧 他會出現說 你要給我個 String 自串 那我給他什麼自串呢 我給他一個 1 好了 好 這樣子喔 有沒有 Enter會怎麼樣 69 有沒有 還記得嗎 剛剛不是 ASCII code裡面嗎 69 那如果今天給他一個 X 他會給我 88 88 那其實這個就是可以對應到剛剛給各位看到的有沒有 就是我們那個 ASCII code內碼表的這個 有沒有 88 S嘛 X 88的位置 然後呢 也是可以推 所以如果今天給他一個數字好了 假設這個 125 1 Enter會怎麼樣呢 49 有沒有 48 是0 49 是1 OK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函數是我要的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函數呢 把它帶到我的程式裡面 去做 合併使用 另外的話呢 轉大小寫 有沒有 比如說我剛剛講了 如果裡面有大寫有小寫 那我變成我要判到兩次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大小寫的 那個 函數可以用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到那個 一樣 F1裡面 當然這邊可以做什麼 做搜尋 轉大寫 他會有個結果 不過好像 微軟這部分 真的做得很爛 真的坦白講 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 空間 不過也許他是英語系 就是英語系國家的 所以他 就變得比較 在乎的是 那你 看英文OK 看 中文就不OK 要不然你就是什麼 就是Google一下 VBA 空一格 轉大寫 對不對 再不然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就把這邊 裡面的函數 也許就是 花一點時間 稍微run一下 我記得好像是 U開頭的 所以你可以 加上這個 IN3這邊也有 不過印象中 其實他以前 舊版的說明 反而做得比較好 反而新版的 他把它混在一起 有 C-Sharp 有 Dunit 有一堆東西 他全部都放一起 VBA也放一起 所以變成說你搞不清楚 那裡面的話有一個 函數叫 U 開頭的 那叫什麼 U-Case 有沒有 U-Case 這U-Case做什麼 就是幫你轉換成大寫的 所以這邊他有提到 其實就是 他幫你把 Holo World這邊 自動幫你轉換成 這樣子 其實有 U-Case的話 好像有 L-Case L-Case 所以他轉大寫是 U-Case 轉小寫的話呢 那所以 假設我們今天這邊 裡面有沒有 CHAR這個 CHRE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轉換成 小寫 把它轉成大寫的話 那你可以 把這邊點一下 U開頭 U-Case就出來了 然後呢你就是 錢瓜糊 把它給他一個 C好了 小寫的C 類似像 Enter會怎麼樣 幫你輸出成一個大寫 OK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呢待會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判斷英文的話 就不用判斷兩次嘛 我就把它全部轉成大寫 再來判斷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這個剛剛 補充了一個 如果以後呢 你要 更方便的使用 函數的話 可以使用即時預算視窗 第二個就是你中段模式 其實也可以來這邊 TRY一下 比如說你輸出變數 這邊也可以輸出啦 這用途還蠻廣泛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 先看第一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什麼 數字個數 輸出 OK 那程式該怎麼跑 第一個呢 for i 等於 2到9 for j 等於什麼呢 裡面的字有幾個字 所以呢 我剛剛有提過 for j 等於什麼呢 for j 等於 1 第一個字 到 它總共有幾個字 那我就把什麼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先帶到這個裡面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字不知道 那我就把它帶到這邊啦 你幫我算一下 L1 算完五個字 它回來就 return五個字 所以1到5 那我接下來做什麼呢 我就跑五次回圈嘛 所以第一個字先抓過來 那怎麼把J裡面第一個字抓過來 所以 如果 那我要算的是數字 數字我剛剛講過 是要大於47 而且要小於58 如果這兩個條 而且是這兩個條件呢 假設要往下 跟往上 那它是什麼 交集 交集嘛 兩個都要交 所以這邊有個and 不過 其實它另外一種寫法 我們可以怎樣 反方向 可以用偶爾 所以兩種寫法都可以 我之前在前一階段課程有講到 其實and or 兩邊都可以 只是說因為我剛剛想到 是and的邏輯 那and的邏輯呢 我就說什麼 先mid mid的意思是切割的意思 切割哪一個字呢 第追個字 追的 這個有沒有 把儲存給他嘛 追 第二個 參數是第幾個字開始 第一個字開始 切幾個字呢 切一個字 又是把1拿過來 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在47到58 它應該是不是 所以如果不是的話 就跳過這個邏輯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嘛 不是的話呢 就沒有 加1 沒有加1 沒有加1 那輸出的話呢 最后cont 特別是因為我這邊加一個cont等於0 意思cont的預設值就0 那因為它都不進入這邊嘛 如果不進去的話 它就沒辦法加到1 OK 所以輸出的話呢 當然就是 第一個 把它先輸出 這邊把它先 那你會發現 如果現在把它直接 第一個邏輯 這邊 裡面就0 OK 所以輸出 next 你會發現這個 cont就過來了 0嘛 再來的話 125 125的話 你會發現 我如果把第一個字抓出來的話 切割它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是1 1會不會進到裡面 會 所以它怎麼樣 把cont裡面本來就0 把它加了1 然後呢 再傳給自己本身 OK 然後 next OK 那2也是 所以再加 5也是 所以再加 所以你會發現 cont的現在等於三個 有沒有 等於加了1之後 再丟到前面去 next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跑完之後 OK 那就把結果丟過來 三個次了 那 next 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cont的等於1 其實放在這裡也可以 可是你放在哪裡呢 放在 其實你放在下面這邊 其實也可以 有沒有 放的位置 其實你放在這邊 可不可以 其實放上面 跟放下面 其實都可以 為什麼 這個有點像我們剛剛有沒有 S的角色 S不是丟出去之後 我把它規律 我把它 變成空的 有沒有 這個其實也是啦 所以如果你要 邏輯寫的一樣的話 應該寫在這邊 會應該比較OK 一點 不然有些同意說 老師你怎麼放在上面 好像跟剛剛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想的 有時候沒辦法 不過有時候盡量 把它保持一致 保持一致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試一下 不過我還不是很確定 我們跑跑看好了 有時候 不過邏輯看起來都OK的 就跟剛剛一樣 只是把S改成count 會定義到 所以 不過它預設值 就是零 它變速預設就是零 或者空的 沒有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放下面 那 假如說我今天 你來放這裡 盡量還是保持要縮排 如果你沒有縮排的話 以後會自己看不懂 那 這邊的話 假如 我看著它 就是它累加累加累加 輸出之後 理論上 我應該 這樣好像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 為什麼第一次 假如我這邊 沒有 沒有加這個 對不對 它 假如我重來一下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第一次輸出 會是什麼 沒有東西 為什麼 因為 那個countz 它如果 第一次被輸出的時候 我都沒有定義 給它任何東西 它就是空的 那空的可能是 就是弱 它也不是一個數字 它也不是一個文字 就是什麼都不是 那什麼都不是輸出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 你要解決那個問題的話 很簡單 不然就是在 那個使用之前 可以給一個什麼 初始值 這個叫 給它一個初始值 初始就是初值 這邊是歸零的意思 所以這個叫初始值 這個叫歸零 兩者不一樣 所以給它一個初始值 它第一次輸出 就會用初始值 剛好第一次呢 裡面也沒有 計算到 如果說我第一次 假設 如果裡面這邊有一個 一 二 好了 這樣 那其實 這邊沒有給初始值 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呢 它會被加了 就是它有加過之後呢 它裡面的值 就不會是空的 所以特別說我這邊如果沒有初始的話 你會把他要輸出 它不會 有問題 因為它有用過 用過 裡面就不會是空的 所以 所以比較保險的做法 還是盡量 一個變數的使用 你可以先給一個初始值 就像剛剛那個S一樣 你也可以在S等於空的 在最上面 這樣比較保險 因為VBA裡面 它沒有 需要 要宣告變數 沒有宣告變數有個麻煩一點 就是說你沒有宣告 但是你直接拿來用 那有可能是裡面你都沒有使用到 它是空的 那輸出就變空的 這個概念其實跟那個Python 幾乎一模一樣 Python裡面也不需要宣告 那第二個的話 非數字的話 其實就是怎樣 顛倒邏輯就好 所以 我們本來是end 你可以把它改偶爾 顛倒過來 我不是在這個範圍 我是在這個之外的 那就是非數字 所以輸出 城市一模一樣 複製貼過來 改一個偶爾 然後好像改一個方向 我原來這邊48 到57 那把它輸出一下 非數字部分的話 就輸出了 再來就是怎麼留下 特別注意 剛剛這邊是 累加 那如果你要怎麼樣呢 累加的不是數字 而是文字 輸出的話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所以剛剛主要的重點就是 可以利用所謂的 檢視裡面的 那個 即時預算視窗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累加 累加的部分 試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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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